九竹櫻花季开幕活动 主播单位安排精彩太古活动 迎接美丽的櫻花美景 并在櫻花树下办茶会 九竹櫻花季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持续到 这个2月10号的这个叶櫻 还有这个3月10号的这个薰衣草开始 到4月7号 总共有两个月的时间 是我们的这个櫻花季跟薰衣草的这个活动期 那今天的话 我们现在大概会以一个 主题就是櫻花女王号的一个亮点 那我们今年会特别邀请 日本櫻花女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櫻花季 那这个是我们台日交流的 进入第3个10年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日月潭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櫻花树 游客赏櫻不用去日本 除了白天赏櫻花以外 晚上也有美丽的夜櫻 今年的櫻花季其实蛮特别 就是说我们这个櫻花 其实是总共有六个品种 会陆续从现在开始盛开 我们大概是 现在开的是支櫻音跟三鹰 那支櫻音是粉红色它的形状 这个像下槌的这个姿态 在欧洲花也成了一整排的这个花墙 非常的漂亮 那然后在布农族那边还有一些这个三鹰花 现在也是盛开的 那么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品种 也是这几年才新成立的这个新的品种 叫做台湾血鹰 那这个台湾血鹰的话 是用这个八重鹰去改了白色的一个 八重鹰的一个新品种 于是乡村村有特色 处处有美景 医院称说也欢迎全国的乡亲 来南投旅游赏櫻花 那在这里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到我们南投县来做一个多元 然后各乡镇的特色呢 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规划 所以在这里所有一样的 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再次的规划到我们日月坛 到我们的九祖文化村 来做一个樱花之旅 这边的樱花是不是那个比较茂盛 而且就是比较平地起伏的 而且粉色的樱花很美 我们上次也有来过这个参加汉服 来一起那个拍过樱花 然后它粉色盛开的花貌很漂亮 日月坛的樱花已经陆陆续续盛开 2月中旬将进入盛开期 直到3月初 从排店到晚上 有最浪漫的樱花美景 记者邱品逸于此采访报道